公正党青年团代表大会今天在塞亚南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除了250名公卿团代表出席 希望联盟三个成员党的青年团领袖也共襄胜举 眼见大选即将来临 公卿团长聂纳兹米呼吁西蒙创造奇迹入主不成 至于执政后的大当家自然是安华 尽管安华目前身陷老狱 但如果西蒙成功执政就有机会释放安华 并委任他治理国家 虽然这个挑战看起来有点艰难 可是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的竞选经历 就证明了民意不可委 因此他建立西蒙继续共同推举安华成为首相人选 partinya baru, orangnya muda, lawannya jauh lebih berpengalaman 随着年轻选民在多国选举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聂纳兹米呼吁政府将合格选民年龄降到18岁 只有37% daripada golongan millenial iaitu berusia 18 hingga 29 tahun menyokong Trump berbanding 55% yang mengundi Hillary Clinton akhirnya kerana anak buddha mengambil sikap tidak apa dan tidak menyatakan sikap sebenar mereka di atas kertas undi Trump menang 另一方面 聂纳兹米在记者会透露 公卿团支持研究伊党提出的 扩大伊斯兰法庭权限的355修正案 但是对于伊党主席拿杜斯里哈迪的版本 持有保留立场 巴德空间陈明杰 雪兰尔沙亚南报导 ウォレベッド 巴德 Jディア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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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